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在台湾访拓会的号召之下 有五家纺织业者加入环保衫的设计 希望将来大家在穿着上都能够兼顾环保与时尚 以黑灰白为主要的色调 可以穿得很休闲 也可以穿得很典雅 天气渐冷 披上绿色的厚外套 有风衣 有短西装 在简约中带有高雅的气质 还有这套绿色的晚礼服 绝对能够成为宴会中的焦点 尤其这些服饰全都是由宝特瓶回收做成 环保和时尚相互衬托 要引领世界的新潮流 不是在鼓励消费 它是在告诉消费者 我们的民生有很多可以用回收来的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纺织的科技 国内五家质疑场上 首次合作 以大爱为共同品牌 作为技术的交流平台 首次发表秋冬42套时装 一推出就让人亮眼 有一个平台 在这个规范之下认同这个理念的厂商加入的话 有一个共同的平台的话 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 将宝特瓶加热融解就能够抽丝制衣 更有厂商进一步加入咖啡渣 废物再利用 除臭排汗的功能也更强 具有快杆的功能 非常的快杆 第二个它具有除臭的功能 第三个它具有抗UV的功能 抗紫外线的功能 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讲的 它是非常的环保 因为一切都来自我们汇气不要的资源 以环保机能布料为设计的重点 强调与地球共生息 从台湾出发 有信心将再次成为世界纺织的亮点 带新闻陈香菲李明华台北报导 环保衫能够穿在我们的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阱区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地点栏心